欢迎收看周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许桂牙 来看韩国瑜他经过6月1号的大造势 主板单位说超过20万人 我们来看看韩粉撑腰之外 还要看的是郭寒的战队 他们彼此就把这做当成是一个假想敌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把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战队 是一个航空母舰的话 各自背后站的是哪一些人 我们整理出来像是郭台铭战队这边 有一些名嘴帮 还包括马前总统 那么韩国瑜的这个部分 比较多的是地方派系的系统 稍后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这两边这样打来打去 到底是谁在后面斗 那么韩国瑜他的桃色风暴 现在才爆出来 但是你知道吗 有真信业者就说 其实很早以前 就已经有人找上我们 在市长的选前 有人说要调查的是新装王小姐 到底是什么人 要让韩国瑜拍摄 居然是蓝营的条子 让你想象不到居然是蓝营的 好 桃色风暴 产生的韩国瑜 他反制的手法 除了提告之外 他顺便也是打了一个 感觉像是乌贼战 他就自己爆料说 我怀疑我的这个市长办公室 有被窃听 结果怎么一回事 官员爆料说 明明很早以前就知道 警方有侦测过了 根本就没有异常 那为什么还要抛出这样的烟雾弹 郭台铭在劈开韩国瑜的过程 这背后有高手在帮他操盘 那么这一阵子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韩粉很大地 已经被郭董给切割走了 我们进一步从民调的部分 来做一个分析 其实民调看得很清楚 这是网络媒体所做的调查 韩国瑜一直在走下坡 那么郭董不断地走上 所以一来一往 现在出现的就是一个 有人说是死亡交叉 有人说这叫做黄金交叉 2020谁才能真正地守护台湾 什么人能够台湾 我们来看这一张照片 这一边看到这个正中间 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 旁边这是什么 来看这边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照片哪里来 白宫IG上面po的 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非常的耐人寻味 尤其是台湾 就是有这样的国民党的议员 他说什么 他说我管什么统战 什么人给我钱 什么人就是老婆 什么人老婆 好 其实这样的话 真的讲得非常不得体 那么小英总统 他也跳出来 他就透过他的脸书 po出了这样一张 他说他完全不能够认同 台湾的民主 不是用钱就可以收买的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欢迎民党副民主长许家清 大家好 大家好 台湾大阵营手机要收饭视频 各位好 大家好 前高雄市文化局长引力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王思琪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黄创夏 大家好 好 咱们来看 6月1号的这场大肇事 主办单位他们孤号称 那说现在是超过20万人 那到底这个整个逃色风暴 有没有受到影响 一起来看 大红山战现 感谢我们这里 韩国瑜最热情 最温暖的 七十准备 终于不再掩饰要选2020的野心 韩国瑜第一场总统急肇事 选在凯道上举行 在太太李嘉峰陪同下 韩国瑜步行大进场 营造万人拥戴的氛围 韩国瑜在这里郑重宣布 我准备承担任何重要职务 为何中华民国不行反正水果 直接宣布将会力拼2020总统大选 甚至连口号都想好了 韩国瑜大开支票却不谈具体要如何实践 不过韩国瑜就超级立体 也给兰移民带选边站不得不到场压力 那你怎么看今天这个 号称三十万人的那个造势 蛮在拐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万好 如沐浴 在冰座的习惯 是应无所住 应无所住而升级性 下礼拜还有很多的 这个经济的活动 我讲拼造势跟拼经济 我相信人民会看在眼里 开空楼支票谁不会 对 但是如果钱哪里来 6月1号这场大造势呢 韩粉当然是要把韩国瑜整个声势冲到最高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主办方 他们是说超过二十万人 但是在素理 包括警方他们有一些数字 感觉是有一些些的落差 嘉欣姐怎么看这个人数的评估 警方当然有他一段估算的一个标准方式 比方说一平方公尺就是占三个人 是他们的计算方法 而且那个是前先贴后背 前胸贴后背 也还好 也还好 因为我大概有看过 可以转身 可以有一个缓冲的地方 前面刚刚看到现在整个现场 老实讲 看到这个场面 我们也还是蛮震撼的 毕竟一片红通通的 那这样一个红通通的一片人场 这种状况看起来 显示说韩还是有一定的能量 而且他的动员的气势 显然的还是这个蓝军里面 看起来是一把照的 目前包括朱立伦也好 包括郭董也好 也没人敢声称说 我也要来办一场 对不对 不然的话在这种初选的结构里面 电脑漏起 对啊 初选的结构里面 谁敢这样玩嘛 对不对 又还不是真正的 就选举到最后了 已经投票在即了 他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他是需要这样玩 对啊 对 但是也他有能力玩 他才敢玩得起来 不然你郭董办一场来看 或者朱立伦办一场来看 就大家见真章 红台股民86万 群创股民35万 但是最近股价不好 如果股价好的时候 佳晰姐你穿红色是不是响应 这个他们的红色 还有 还有 本人本来红色衣服就蛮多了 所以有一阵子 红三军 我们自己欧大班 对啊 红三军的时候我很困扰 把所有红色衣服都 全部塞到脚边去 都没有办法穿 还发霉了 但今天就是说 看起来韩国瑜的整个造势的场 是 人是蛮多的 然后 希望这个重返所谓什么 红三军时代的那个气氛 可是我觉得不太一样 这个不太一样是说 红三军 他是有一种特定目的 那这个的话是 他的这个特定目的 虽然韩国瑜一直口口声声说他只是路过 可是谁路过会提早把那个舞台写叫做庶民总统 对不对 谁会下这种标题给一个路过的人呢 而且这个人还要大进场 那所以老实讲 我是觉得说我从来不敢小看韩国瑜现在这个号召韩粉的能量 那不过这个能量未来会怎么样的走向是有待观察 不过在一场初选里面可以搞到今天这样子的局面 这也算是一个开先例 因为通常党内竞争的时候很少会直接这样杀的 这样杀下去的结果就是说未来呢如果真的初选过了 那如果万一代表人不是韩国瑜 那这些来参加的人心里可能会很不爽快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里面可能也会使得这个整合团结的可能性会降低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当然是下重本 而且也是这个这样的一招呢是重重的打击了其他的候选人 可是这一招呢对国民党来说我想可能明显等一下来回应一下 他有在现场的这个经验比较好说 那他的家务师我是忠心的祝福 我是好奇说为什么他这个韩国瑜是怎么要选红色的 创下给我请教Dresscode说要选红色的 他有一个特殊的效果吗 有人说红色好像是怎样可以激发热情 还是说有一个放大的效果 因为其实在凯道里面呢 如果说从过去的台湾的民主过程历史中 在前面解研之前就算了 在解研之后开始民主化 开始选总统之后最大的议场 而且是当时大概有七成到八成 自发性的就是红三军 而那个时候也是韩国瑜呢 从红三军那一次 他是大家都不认为 他有扮演一个角色啊 他有趣只是当时我们天天在那边都没人注意到 原来他也是副总指挥 所以他在台北这边就要用一个自发性的红三军的一个载企 希望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给他 跟在这边把它变成是红三军的一个传承 他说红三军2.0可以类比吗 所以他就想要用这个一个诉求 然后另外一个呢 全部的因为国旗嘛 然后在国旗里面呢 这国旗拿出来亮相是对于蓝军是有个号召力的 所以这红通通的 那另外一个呢 根据王洪威和王兴怡在前天公布战袍也讲 他们也有一个敌我士比也要很清楚 你要穿上这个红色的背心 不要像一般的人啊 对不对 像我这样子进去的话 一看就知道是假韩粉 对不对 所以真假韩粉要分得清楚 韩国瑜在办这场活动呢 当然了 我们绝对要相信 他讲15万就是15万 他讲30万就是30万 因为呢 对不对 那没看到的人是因为你眼睛业障重 是你没有练心经心有挂碍 所以绝对要相信他们的一个数字 你那时候想到一个师傅说 师傅的头顶有没有光 有 如果是师傅的粉就有光 心有挂碍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警政署会有一个合理的计算 那合理的计算是从我们 他当年在抗争的时代里面 就是那个数字 因为今天道路人嘛 面积从来没有改变嘛 但是三五万人是 可是他以前的那个三三造势是 控杀水嘛 有没有 都是自发性的 但这次很多是坐油 这次是符合韩国瑜的精神 韩国瑜讲说他是被动来参加的 所以这一次有很多 比如说早上的时候 那个高雄有20几辆游览车开过来 强强棍啊 文山伯啊 新人哥啊 那么多的游览车都开过来 对不对 他们很多群众也是被动的 但是不管主动被动 我们都尊敬他们 有些人呢 对不对 还是来了 那当然这里面的压力呢 其实坦白讲 民进党是没什么压力 柯文哲当然有点压力 所以柯文哲至少这个 危安啊 交通啊 这是柯文哲的事 那当然真正最有压力的 就是民贤他们啊 面对这样一个最大的能量 郭台铭怎么办 朱立伦怎么办 王金平怎么办 如果说要靠这样一个初选 就要搞这种大造势 那当然韩国瑜有他必须要造势的原因 下一回大家会分析 他初选就要一个大造势 那郭台铭呢 只要过几天股价好一点的时候 鸿海有86万的股民 群众有35万的股民 他只要在这个活动里面 发送股民大会 然后搞不好呢 整个国民党都在这拼场 再拼下去的话 还没打完初选 国民党可能就民穷才进 明贤哥你先来说看看 你在现场 你有去吗 我去 你在去现场之前 其实是不是有很多的韩粉会打电话来 比方说像我知道肖景田 他也是要选立委嘛 对不对 那他又有讲说 因为很多的支持者韩粉 他们就讲说 你若是没来 我投票不会投给你 所以他其实 不管他本身有没有想要去 就是他还是有一股压力在后面推 被动 台北比较特别 台北跟外县市比较不一样 台北的部分 像我办公室这几天接到电话 10通里面 5通叫你爱去 5通叫你爱去 那就打平了耶 那你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去 我觉得因为我很多资责还是要去 所以我去跟他们打一下招呼 所以我把车子停在台北车站 我大概走过去跟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因为捷运上遇到我都很多熟悉的面孔 第一个他们是过去 对民党执政比较不满的这一群 军公教也有很多 然后也有爸爸妈妈带小孩的 我遇到一个很感动 我在捷运上遇到一个 在手梯遇到一个感动的画面 爸爸妈妈带小孩 那个小孩很小朋友 我韩国语在那队 我要看韩国语 同言同语他就这样说 代表真的人气有动员起来 那到底实际人多少 因为过去警方都有估算的经验 我感觉这是应该是有破10万 你看那镜头画面真的 一到在警服们 依照过去的惯例 绝对是都10万起跳 可是这个人 不管是多少 气势是惊人的 我觉得对韩国语来讲 对于他的气势 跟他的民调 至少我认为说 有没有拉台效果 我不晓得还要再观察 至少有直稳的效果 那你说对于朱立伦或郭才平 他们也没有压力 我认为是有的 可是像毕竟初选 办这么大规模的造势 过去很少见 应该是第一次 那党内的人的 对于群众的号召能力 也没有像韩国语那么强 因为韩国语只要站出来的话 高雄的山山造势 已经看得到了 那这次韩国语号召 也可以办那么多人 可是这次你说 很多劳民伤财也没有办多少 没有花多少钱 很多真的是自动自拔的 你说有动员吗 我认为或许有一些民代 自己去号召游览车友 可是我在双北遇到的 搭捷运的真的很多 那他来续续的人数 真的我觉得 不会比外界预估的还要少 只说这次的选举 气势能不能维持到最后 至少对韩国语来讲 一定有止连的效果 那有没有回升 后续要再观察 至少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蓝觉得气势有凌解吗 韩国语他在冲的是人气的部分 那时期我请教 如果我们就这个背后 各自有什么样的人马 在帮他们操盘的这一块 我们来分析的话 来看郭涵 他们其实各自的站队 正在盘整当中 那路空精锐进出 我们来看郭台铭这边部份 他是有赵少康总教练 练兵团教练 包括有名嘴比方 唐湘荣 陈凤欣 陈文倩等等 那后边还有马前总统 是在背后驻权 那这个韩国语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知道说 国政党的联盟主席 妙天 妙天带两兔 本来说跟柯文哲 有互相在帮助 怎么又变成韩国语了 还包括有张荣卫 延青彪 傅昆奇 怎么来看两边的战斗力分析 战斗力都很强啦 就是一边是这个精英团队 打造郭台铭的这个竞选的节奏 另外一边其实他们对于 陆军组织这个系统 其实是非常在行的 譬如说像云林就立刻有 21个议员表态 全力支持韩国语 也就是说那展现了一个 地方基层实力的这样子的雄厚的力量 那这个东西我会认为就是说 韩国语一直在创造一种 二元对立的概念 他只要有这样子的二元对立 你们是权贵精英密室有钱人 而我们是庶民一般的这些 这些人包括了什么 彪哥张文卫妙天这些人 他两个团队的形象上面 差异非常的大 那这件事情其实有助于 自身的凝聚力的更加强悍 更加集结 力量会更大 那可是我觉得对于整体的 国民党来说 这的确会是一个危机啦 也就是说 在国民党的内部里面 整个都是一个泛蓝的团体 可是你分成了两支色彩鲜明 完全不一样的队伍 一边是权贵精英 然后一边是庶民草根地方派系这样 那所以在接下来第二个阶段 两边的整合我会觉得 有一些困难度 因为这两个团队的确 从本质上面就是有差异的 形象上面也是有差异的 从做事方法 以及从他们历史的形式风格看起来 两边完全不一样 就为什么韩国瑜 他要政治让人十几年 二十年的时间 因为他不被当权派所喜爱 而当权派的这一个团队就是 马英九啦 听说金普聪最近也加入了 郭台铭的行列里面 国民党议员告诉我们的吧 那所以你看这个团队很清楚 就是过去国民党的精英型的这些人 包括赵好康啊等等 那可是韩国瑜 哇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所以双方二元对立 激化的效果上面 结果会是谁赢不知道 但是在竞争的时候 我会觉得 哇那个冲突应该会是蛮激烈 而且明显 这件事情对于下一个阶段 国民党要如何 那个胜出的人要怎么样整合另外一半 我会觉得是一个困难度 那今天的这一场韩国瑜的造势大会 我会认为那人数真的十分惊人 尽管这个主办单位大概都会碰红啦 不管你办任何活动 主办单位通常都会稍微碰红一点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动员能量 那这件事情最紧张的其实应该是郭台铭 因为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从市议会咨询啦 然后什么五点声明 韩国瑜的民调其实是在往下滑的趋势 可是郭台铭却是缓步的往上升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很多人就 那按照这样的民调趋势看起来 两个人恐怕就快要黄金交叉 但是这个时候 韩国瑜我告诉你 不要看随我 我是有能量 我是有能力 号召这么多人 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 郭台铭那个心情紧张的程度 应该会加倍 心跳 因为他恐怕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去号召好几万人一起上街头 去挺郭台铭 因为两个人就是走 他发鼓励就有人 因为两个人就是走不一样的路线 就是说你选举的确需要人的情感投注 你必须要有极大的热情的动员 那你要去聊拨人的那个情感面的东西的时候 韩国瑜真的是在行 他的确了不起 可是郭台铭他就没有办法贯注给他 支持他的这些人这么强大的热情的动能 你看他的团队里面 比较像是那种精英路线的李信兰 那李信兰的这一块就跟韩粉的激情兰 完全是不同的不同挂的人 那所以我觉得郭台铭接下来可能会 是不是也会调整他的战略战术 然后多加贯注一些热情 撩拨一下选民的那些对他的支持程度 大家都知道 就这个市长韩国瑜 他最大问题就是落跑的这个问题 我请教局长 但是你看他在这个凯道上面 他也可以讲说 我的心怒历程 我受了多少的委屈 比方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但是基于责任 因为我是很有责任感 我很有承担 所以我才会决定要投入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我不是在落跑 还有各式各样的 你看共同期议会 不管是民进党的 现在包括国民党的都会有人 别忘了打击我扭曲我 他觉得是一种外界的误会 那我们来看 这上面其实真的非常多人 他们希望韩国瑜可以再往更上一层楼 那我们怎么看说 你看高雄人的眼睛里面 老眼睛 心里可能还在流血 是我想去年韩市长 他其实拿到89万票 这是非常高票 然后当选我们高雄市的市长 事实上他在这个选举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低迷的一个气氛 可是一路这样子上来 尤其到最后这几个月冲上来 也得到大多数高雄人的一个支持 而且他在选前 其实对我们高雄做了非常多的承诺 那这些承诺 不管是说他在馆长的直播节目也好 或者说他要带领我们一起发大财 或者说在很多的这些市政的一些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 可是现在已经五个多月了 可是韩市长现在就说 Yes I do 尤其最近这从他上任 从前几个月 我们看他一直在出国 现在因为有总咨询期间 好不容易他留在高雄 可是你看他在高雄里面 我们这几年的 这几个月的一个市政的一个规划建设 我们完全看不到 你可以发现整个的议会的议题 全部都是放在这个总统大选的 这个上面 那我想做一个高雄人 你问在地问题他答不出来 是是是 我想包含就是说 在这个市政 其实我们最近高雄市问题非常多 包含我们最近讲爱河 其实今天还有人po一张照片 现在又是一个咖啡色的爱河 又出现 又变了 对又变色 没有下雨 对一直在变色 那今天高雄的天气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想在市政里面 我们很在乎的 包含他之前讲说 这个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那我们至少也是希望说 那至少高雄能不能先安全一点 我们可以发现 光是在这五个月当中 我们发现像A1的车祸死亡人数 其实比去年同期多了34个人 包含街头暴力的这个增加 治安的恶化 其实也比去年 尤其是在这个行政院公布的数字里面 也比去年增加了10% 就连死亡 这个火灾死亡 也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三倍 等等 尤其现在登革了又非常的严重 我们最新的数字是 我们本土型的登革了 已经有四例了 我们包含境外移入的登革了 已经是全台之冠 而且我们的本土病例 也有四例 去年是完全是没有本土病例的 所以这么多的市政问题 但我不能说因为是他 所以这边才变 这个其实还是有逻辑的关系 不一定就是说 不能完全怪他 就是因为他 他当了市长 所以火灾变多 这不公平 我插一句话 因为其实市长一到底有用心 他到底有没有专注在高雄的事情 我们看看这个情况 伊朗6月1号他不是在造势吗 但是其实当天高雄有一场活动 是全国反毒的博览会 那登场之后呢 市长没在的他缺席 他出现的是谁 是陈其迈 所以你看啊 这个网友就感叹说 感觉陈其迈 他全会比较像是高雄市长 那韩市长去哪里了 是 我想就是刚才讲说 这些东西 虽然产生很多 不然治安 交通 火灾 甚至登革乐 等等议题 那我们是希望这市长 可以放一点心思 在高雄市政上面 包含 刚才讲到 他要带我们做 赚大钱 这也是跟产业布局 或经济发展有关系 包含 桥头科学园区 在前一阵子 宣布要 行政员通过了 可是市长不在 对 他不在 他也讲不清楚 对 所以很多的事情 你都会发现 他现在为了选总统之后 这个 我们在市政里面很多的 包含在经济的议题上面 环境 交通 治安等等 各方面跟市政 息息相关的议题 完全我们现在 不管在议会的答训里面 或是在整个 他对外的一个说法里面 完全都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是很担心 是说 好 那选前 还是三萌 讲了那么多的承诺 那你现在要去选总统 你现在又讲了那么多的东西 我选总统也是为了高雄好 他也是这样论述 那你至少做一件事情 给我们看看 因为真的 我们也知道说五个月 真的也不能太强求 你五个月 就要他把所有的市政 他之前有觉得 他陆瓶做得不错 对不对 但后来事后证明 那个骑士摔车之后 是破功的 动还蛮多的 因为 包含陆瓶这个东西 有很多是市政常态性的 我不能说他上任五个月 我家的垃圾车 来了一百五十趟 每天来收垃圾 那个是市政日常的东西 我想就是说 他要提出市政蓝图 市政的规划 那这五个月 当然很多东西的落实 没那么容易 包含你要地下 铁路地下画之后拆路桥 或是陆瓶这个东西 很多都是去年已经编的预算 已经在执行的东西 那我们是希望说 至少你在未来 这个城市的规划建设里面 当然现在 我们现在有点尴尬 是说 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提出 一些大的规划愿景 你说发大财 那是个想法 是个想象 那发大财的方法 跟我的产业布局 跟经济布局的 方式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完全负之缺如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现在韩市长要出来 在先经过 当然是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想作为一个高雄人 还是一个非常忠心的期盼 不管怎么样 他也要到明年一月 因为他现在代职参选 所以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至少还要在 他担任高雄市长的一天 就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范老师的心理洞悉 我是想要听听看你的意见 因为柯文哲 他人没在台北市 在那一场 6月1号大造事的时候 柯文哲是人在宜兰 吃空心菜 范老师你怎么看一下 柯文哲的心态 他吃空心菜 你要问他好不好吃 他就故意说 你不要害我 他也有他的政治盛事 他只要说 因为之前有人形容 蔡英文是所谓空心菜 那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造势 对韩国瑜来讲 他选这个党主席 我认为是很大的助力 但是这个样的人数 能不能够让他选上总统 我是一个问号 就是说对韩国瑜来讲 如果他这样子北中南都有这样的人数的话 那我觉得表示他有一定的能量 那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郭台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 目前韩国瑜的民调还是高于郭台铭 那按照这个情况来讲 我们看上个礼拜 不管你说什么王小姐的事情等等 但是可以看出来上个礼拜的新闻 网络几乎一面倒韩国瑜的声量 有点回来 都是他的新闻 讨论度比较高 郭台铭基本上在媒体上已经消失了 那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他可能有正评有负评 他有被讨论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7月份的国民党的初选 我认为目前看起来 韩国瑜他除了陆战 因为我们看到了 包含像张荣卫 然后傅昆奇 延青标这些组织派系 其实他也有空战 他有网军 他也有媒体 寒天电视台 那对只有单独空战的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没有什么路战 所以我刚才嘉宾说 他敢不敢办 他不敢办 他办可不可以连 可是他后面的这些精锐 比方说马前总统那些人 没给他倒扣 不是啦 精英就是99%这样上面的那一点点人 那你这一点点人跟下面的这个比较大的贝斯 有70% 80%的人怎么比嘛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况 大概到警服门 警服门后面已经空掉了 但这个对于韩国瑜止血来讲是有帮助的 对于他在国民党内来讲 无人能出其右 但这个说可不可以来选总统 我就打个问号 我们知道当时洪三军倒扁的时候 洪三军那个运动 他们也是穿红色的 基本上人已经快到了金山南路了 就是我们看到从林山南路 因为我们知道中山南路的右边是这个林山南路 林山南路 林山北路 林山北路再来就是这个金山南路 所以那个等于跨了两个大的街道 重向的街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对韩国瑜来讲 并不是应该不是那么满意 就是可能比他想象中的 他觉得你可能要更多一点 至少你要再越过中 至少中山南路要满 但是没有 正在南路一部分没有完全满 所以你说他要拿这个数量去选总统 我认为其实是要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他可能他的得票情况 他现在只要拼出选过关 但是问题是说表示他的支持者是很凝聚的 韩粉 可能是退休军工教的 可是你看 有没有大学生参加 没有 我看不太大 我至少没看到太多大学生参加 可能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有 刚才我们议员讲的 历史上可能偏少 但是其实我们要看 韩国瑜他人在6月1号的这个大肇事 那为什么在这个肇事之前 会突然传出有什么逃色风暴 有外遇生女 是背后谁在捅那一把刀 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韩国瑜到底有没有外遇 他现在是要以告职棒 但是其实真信业者 他们的消息是最多的 他们就有透露说 在去年韩国瑜要选市长的时候 就已经有装脚条子来委托 而且是泛兰的装脚 说要调查一位新装的王小姐 那不只是要求监听要偷拍 还说包括对方的你撒口 还有家里面垃圾 通通都要搜出来 我们先一起来看 韩国瑜 选前卖力催票 高雄市长韩国瑜当选后 却卷入桃色风暴 还有真信业者透露 这消息去年市长竞选期间 就有人在查 找真信业者查 一个新装的这位小姐 只要装针孔 录影录音的都要 调诡的是说 他要把这个里面住的人 不管有男主人女主人小主人的 这个类似来三公里买 还有垃圾什么 调查什么 连衣物垃圾都需要冒险搜走 9月中委托人来接洽 征信业者开价200万元 跟查理委价格差不多 但最后没谈成 当时他的身世有看涨 我们是认为还不到 会当选的地步 都觉得说这无毒无害的 你去调查这个干嘛 那做出来结果我赢了1% 这个出来没有人会怀疑 以为民调赢了1% 就让当时的韩国瑜很振奋 而且没多久还传出 这民调根本是假消息 当时还没吹起韩流 就有人私下有小动作 委托人到底是谁 天然的一个装脚 有人是这样他备而不余 拍天一句话就是要拍款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有什么东西直接拿出来 我希望不要是犯男的人 因为真的是自己人 不要打自己人 是党内互打吗 国民党发言人表示 有证据就全盘托出 交由公平 总共大选初选竞争 也意外爆出阴谋论 到底是谁在打函 真心业者有一些线索 我们跟着上去来看 他就讲说 有人找真心业者 要查一个新装的小姐 那里面包括他说 我要装针孔 要录音 什么都买 那吊诡的事呢 还要把住在里面的人 不管你是男的女生 小组人 你这个内衣裤 他要 笨色嘛 要敲敲出来 这是真心业者 他们被提出的需求 有这么多 但是呢 后来没有啦 因为风险太高了 真心业者说 你这种的case 我要接要200万 所以后来呢 就告吹了 没有谈成 但是我们好奇的是 幕后常进人 到底是谁 创夏哥 其实基本上 这个蓝色的双角说 在去年选高雄市场的时候 就有查这个 我是没听说 所以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最近呢 吴子佳 这一个事情呢 当然吴子佳讲的呢 也比很多 在这一两个月 已经有在传的呢 多很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 吴子佳里面那么多细节 是从哪边来的 那他自己要到法院里面 韩国已经告他了嘛 但是确实是知道是说 是有一个系统 开始非常关心专注 韩国瑜失落的17年 理工有一个系统 对 有个系统 是非常关注 这个失落的17年 那为什么关注呢 因为其实韩国瑜 去年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呢 其实他那17年 真的是 就算没有那17年 他其实在台湾的政治里面 都还没有浮上台面 大家也不太熟他 所以就像他想说 他是红山军的服从指挥 大家很多人都想不起来 所以当时民进党 也没有脉络去找他的问题 所以不是民进党干的 这个我当然很清楚 但是后面呢 开始有人拱他选总统的时候 对于国民党 那么会选举 当然知道说 选总统到时候 是祖宗八代都要拿出来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 去想到这件事情 韩国瑜那失落的17年 有没有什么状况 所以想要了解一下 是有的 可是后来呢 是据孙大千讲 是他帮忙写的那五点声明 那个第四点 那第四点出来之后 国民党那些韩国瑜 最看不起的 孙大千是不是卧底啊 国民党里面被指控是 密室的 是权贵的 很多人就很不高兴了 那很不高兴了呢 他们就有力量了 就开始说 彻彻底底的把那个 失落的17年找出来 那他们就去找了 那找了以后呢 就开始这一段时间 其实呢 我相信很多人 明贤啊 或是人生性许佳心时期 都开始听到有一些人讲说 韩国瑜好像有点什么事情 韩国瑜好像有点什么事情 可是呢 这个是有个系统在放 而且你要知道说 吴子佳 他过去跟韩国瑜没有渊源 韩国瑜的人脉他也不熟 杜子成是最早讲出这三件事情的 但是杜子成没有细节 但是跟韩国瑜就抓 我们要去行天工 杜子成的渊源跟韩国瑜没有关系 他的状况也不会了解韩国瑜的人脉 而杜子成跟吴子佳也没有关系 然后暂时都有一个人呢 一个系统 所以他这我们为什么会推说 他是有个系统在查失落了17年 你就从这个系统都在传 传了出来 但传了出来以后呢 就开始要指向韩国瑜 但是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爆出来 为什么是吴子佳爆出来 我们都不了解 然后也不了解说吴子佳 比我们的另外一个前辈厉害 我们那个前辈只是躲在桌子底下 只有三个人知道 吴子佳可能是躲在床底下 连爆跳如雷都知道 那个我不知道吴子佳怎么来的 他确实有一个系统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不高兴 你韩国瑜那17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17年把自己弄得 好像干干净净的 我们都是权贵 我们都是怎么样 所以事实非常不高兴 可是这个系统呢 就我所了解呢 也跟马英九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马英九没这个能力 马英九没有这个能力 去指挥这个系统去查 所以是国民党里面确实有些人 是觉得你韩国瑜这样子 国瑜党即将消灭国民党 他们很担心 所以去找了这些资料 但是吴子佳怎么听到的 那吴子佳所创造的说 怎么弄出来了那么多的 没人知道的细节 那就要问吴子佳了 包括什么买户嘛 对吧 怎么躲到楼梯间里面 他都知道 到底吴子佳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他的角色扮演 我想要请教在座的来宾都帮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这个是不礼貌消灭团 他建立了一个票选活动 他这里面提到说 到底吴子佳他是想要干嘛 他是想要找韩国瑜麻烦的 有14% 然后另外一边 反而是帮韩国瑜炒声势的 有86% 嘉欣姐 我也是那个86% 真的 我也是 你也是喔 因为吴子佳把某些东西讲得有点太over了 比方说他就算说好 这位新庄王小姐跟他认识十几年 那谁跟你讲说十几年就小孩十几岁 他把这种细节有时候讲得too over的时候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在现场看到吗 你是心灵现场 不然你怎么把这些细节都可以说得这么清楚 包括黄文才躲在什么楼梯间啊 然后什么调查军队啊 这太好 我们当成这样死就太好嘛 都用 我说 全世界亚只有三个人知道 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躲在床底下 一个就是我 对不对 那哪有这种事情的 这是另外一个名嘴的 对 我们的前辈 那我意思就是说 所以呢 吴子佳在这个造势的前夕 有这么多的讯息 那这种讯息出来 就是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那不信的人听到这种东西会怎么样 心里就更气而已嘛 你们就是来诋毁的啊 可是因为韩国际 他第一时间的反应真的太奇怪了 你知道记不记得 如果你每次对他有类似攻击的话 他不是都会很激动吗 可是他为什么要 我们今天这个受访先取消 然后再等到晚上 又相隔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还有跟夫人理性沟通 还要先沟通晚上才能对外一致说啊 不然到时候就说了 说到没对好的时候就 这个是聪明的啊 你第一时间先不要讲任何讯息的时候 你才不会露出太多的讯息 你让人家去把你这比对的时候对不上线嘛 所以我是个人觉得说 吴子佳对于今天的 对于6月1号的这个所谓的造势活动 的人潮是有催促的作用 所以那些本来可能不是还在犹豫说 到底要去不去啊对不对 周末假日难得啊 一被击到了就去好了 所以在这样的结构当中 我是觉得说吴子佳的这个说法 当然我必须要说啦 有些讯息可能是部分有事实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讯息的内容呢 膨胀到太多超过了某种范围的时候 所以看起来韩国瑜是学聪明嘛 他就是完全不回应 先用不回应的方式 然后直接进入司法 我提案我案例申告了哦 然后进入司法以后他就可以一句 侦办中我们都公开 对不对 他就可以躲掉自己可能未来有诚信的问题 因为就算未来这个案子办到什么程度 从事可能已经过了嘛 对啊 从事过关了 拿名也拿名 定期也定期 那时候又发现是要怎么 没办法了嘛对不对 所以韩国瑜在保护自己上面 是做得非常的彻底 而且显然也有高人在指点 我是觉得说吴子佳 或许他请他放这个讯息的人 是别有居心啦 可是制造出来的效果呢 是刚好相反 就是在6月1号的这个造势众员 毕竟该做事就对啊 是 那我们现场我们来做一个举手投票好了 你觉得是帮韩国瑜炒声事的 刚刚创下歌你说也是嘛 我们可不可以请来宾举个手一下 觉得是在炒声事的举手 阿民协力 党中央要中立 好麻烦 根本就在污蔑韩国瑜啊 这种人格抹黑战 吴子佳董事长我跟他同台 我们常常也一直在争论节目出来 他不是比较挺韩的吗 挺韩 没有吗 他从去年一开始在骂韩国瑜炒包啦 他光骂韩国瑜炒包 那骂了他还反变 他是说有料的炒包 他一直在骂韩国瑜 从去年一开始就出来 一直在骂韩国瑜 而且吴子佳董事长过去的官司八天八战八百耶 包括赶马银九一样也拜啊 他说因为他没有公开他的消息来源 所以他比较费啊 你还要费的啦 那都费钱耶 有人可以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喔 那费几十万甚至赔马银九赔了一百五十万 还要登报道歉耶 我那打官司打到败 然后说那个不愿意泄漏消息来源 法官在问你的时候 那一些都是可以 可以那个有可受公面 我也常常被告啊 我也很多被告过啊 因为我在写文章我也被告过啊 当民主也被告过啊 可是我就没输过啊 你只要举例可以举证的话 所以吴子佳董事长 你的心意八战八败 你的心意就是零啊 心意破产啊 再加一个第九战有用吗 所以我认为这是人格抹黑战啊 那至于说 刚刚创下歌也是我们很尊敬的前辈 他有点把他倒向说 好像国民党往内护打 这个我觉得讲不通啦 去年好 去年说什么说蓝英的庄角有人在查 去年吴子 那个韩国瑜就跟那个陈一鸣在打 那个高雄初选嘛 高雄初选去年有打得很激烈吗 编论完就结束啦 所以这件事情倒向说 高雄市长初选的时候 就有人在打了老角 我没这样讲 我说我那件事我也没有讲 那个是真心业者透露的啦 对啦 我觉得也不太合理嘛 我讲的是4月17号以后的时候 所以吴子佳是谁的人 过去长期大家都知道 他是民进党关系比较友好 虽然后来是被开除还是注销党籍嘛 民进党的人啊 如果假设说国民党 借着吴子佳这把刀去杀韩国瑜 这逻辑上不通啦 这说不过去啦 所以吴子佳到底有什么阴谋 所以佳琴姐 吴子佳是你们的人喔 最后是吴子佳我们的人啦 每天出了电子报给我们这个 修理 随便 随便 有时候 不要讲说随便啦 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挑剔啦 修理 我是觉得他可能比较喜欢柯批一点啦 最近走了蛮近啦 对啦 但是未来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嘛 所以 但是从这件事情上看起来 我觉得 搞不好韩国瑜跟他也不错啊 对不对 在这个造势活动上 他确实是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啊 所以就这件事情 我说六月一号 不然这个讯息那么久以前 不然你说就是政治效应啦 对 你讲的是政治效应 你不代表他们两个关系好啊 不是 六月一号以前 这些讯息已经风风雨雨传很久了 对啦 为什么没有浮上台面 为什么这个时间要浮上台面 就刚刚好要做谁嘛 所以这个难免让人家去做这样的联想 不合逻辑 你说 你说吴子佳自我牺牲 让凯道人更多吗 这也不合理啦 因为桃色 大家观感上可能会觉得是扣分蛮多 但我请教时期 这是这个气象专家 他一向是比较偏蓝的立场嘛 那李富城也是说 哎呀 想想真好笑 有万语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 他已经提他开拓 他觉得说 对他的认知来讲 其实很正常的 但是我想要请教是说 韩国瑜他是以告指报 他去提格 但是呢 你知道有分字数跟公诉 所以他的注送策略里面 也包括就是 是不是也想好了 有一些算盘打在里头 有律师分析就是说 他有两种可以选择提告的方式 可是他显然选择了一种 对他自己来说 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 那至于说 李富城会在 这个脸书上面讲这种话 我觉得多数的台湾人民 应该没有办法认同吧 就是说 有外遇是很正常的 大娘二娘三娘 这是 这是什么样子的理论啊 更何况要选总统 讲不通啦 对啊 那个怎么讲得通呢 他那个想要说服谁 韩国瑜现在要选总统 选总统的确就像 创下讲的啊 你祖宗八代都得被拿出来 好好的检验嘛 我们哪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不是祖宗八代 全部拿出来被检验一遍 那所以你不管是在 你的政策上面要说服人 最重要是你这个人的人品 道德 人格 也必须要备受信赖嘛 那个是一个信赖的感觉啊 那所以游外宫没什么啊 大娘二娘三娘 那所以以后 以后总统夫人要 万一他选上总统 总统夫人要一起参加 接见外宾 那请问 这是大娘二娘三娘 我们大家一起接见外宾吗 这像话吗 那所以我觉得李富城 Po这个文 到底是 到底是帮了韩国瑜 还是害了韩国瑜 我不否认我相信 有一些韩粉真心这样觉得 因为他对于韩国瑜的爱 已经到了一种信仰层次 那个是牢不可破的 实际这个不是台湾主流的意见 人妻的角度 立刻李嘉芬的反应 有没有什么端倪可以分析 我觉得 通常 在碰到这种争议的时候 韩国瑜的态度 有一点怪异 因为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可是他的反应是说 我跟李 他跟他带来都是 理性沟通 这个事情怎么会理性沟通 这个不是 斩钉截铁说 没有这回事 就是没有这回事 这事情怎么要理性沟通 好 那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韩国瑜可以 可以说服他的太太 支持他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 私人情感的部分 社会能不能接受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就是 吴子家的指控 有牵涉到钱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在公务的上面 有一些愉悦分寸的 有一些愉悦法律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东西 才是更应该被 大家关注的啦 就是说 钱到底 从哪里来的 来源是如何 是不是挣着现金 跑去买房子等等的 然后你在人事任用上面 有没有这个便宜行事 然后打破惯例等等的 所以这些东西 在公领域的部分 反而是应该要用更高的标准 去检验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不过现在 他说就是有一些打韩小组 我们掌握的打韩小组 核心成员 核心成员 你觉得他是不是 其实蛮会转移焦点的 所以我想 韩市长他在长期以来 在面对人家质疑的时候 大概都会用一些 包含其实在这个之前 这个打韩小组 大概就5月24号 在高宏市议会的时候 他自己出来爆料 就是说有文化局的 这个前高官 然后呢 包含他遥控指挥 现在的文化局的文官 然后每一周 可能跟这个中央下来的高层 他局处只有点你这个局处 是 就是直接点文化局 然后呢 我们每一周 在这个齐山召开 黑海卫 怎样要去那些城市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很展厅的 展厅解铁的讲 这就是一个 只需乌有的事情 那当然他也很聪明 他并没有 他其实他在里面要说 他是听说的 他是在议会说 他听说有这个 文化局的前高官 等等 就是刚才那个状况 然后5月27号 他自己自爆 窃听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 是我们这个养工处的 这个技工 去里面偷东西 那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事实上没有 侦测到任何窃听的器材 或录音录影的器材 然后在5月29号 那如果说只有偷东西的话 那个就没有延伸性了 他就要讲到一个 我怀疑应该有被窃听 对吧 那在同时 他5月29号又 直接影射 我们金发局的一个造信基要 把公文偷走 那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 这公文一直都在金发局 我想也都经过澄清 而且当天下午他就被打脸了 对 那个王潜秋王局长 自己 当然他说会讲了一堆 可是事实上就是公文 并没有离开金发局 可是在这一件 这三件事情发生的同时 刚好另外一边是什么事情 刚好我想 比较多过去可能是浅寒粉 或是一些比较是属于 过去跟他站在一起的 不然黄汪琴小姐 包含就是说 刚才讲杜子诚 其实刚才讲一些桃色的这个部分 就有一些东西 已经在他们的里面做影射了 但没有像吴董事长这么的直接 讲出这么具体的内容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讯息 包含很多是 其实是比较是范兰寅内部 对他有很多一些质疑 所以他同时就会举出像达韩小组 我是达韩小组的核心成员 办切听 办偷公文这件事情 同时在做这个焦点的转移 可是我想到另外一个层 我不想从政治层面解读 我有一个是说 因为我之前在文化局认职过 我很为这些事务官抱不平 我很为这些事务官抱不平 为什么 因为现在高雄市政府 其实有将近四万名的公务员 有三万八千多名的公务员 今天你韩市长到美术馆 去喊发大财 难道是事务官害你的吗 你今天去做很多的事情 我想事务官它依法行政 因为在台湾政党轮替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不管是中央地方都是一个 经常在做这个政党轮替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谁担任这样的一个首长 都应该能够去信任文官 我们文官其实就是谁担任这样的一个首长 我们就是依法行政 在这个法律的规定下面 去依法行政 现在做很多的这些东西的影射跟揣测 包括他在讲 他说黄黄晴也好 杜子诚也好 你要影射你要拿出证据 可是相对未有同样的标准要求他 你在讲打韩小组 在窃听讲偷公文的事 也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后来他被打脸之后 他也没道歉 韩国瑜透过造势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 感觉上应该是国民党要更关注 这一场造势才对 因为到底是谁站出来了 什么人点兵点将 他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个端倪 那这里面除了派系押影不押书的 所以看到这个挺韩大造势 除了刚刚台北京之外 6月22号是在台中厂 但是突然之间加了一场是在6月8号 说在花莲要再加一场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 这个民调的部分来看 是不是韩国瑜就是因为 这个民调整个趋势都不一样了 因为看这个是ET Today 他们所做的民调 那5月13号的部分呢 来 文杰这个日记 韩国瑜比较领先 郭泰民比较低 但是呢到也不过才半个月的时间 整个逆转了 有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范老师 的确啦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变动太快了 瞬息万变对不对 瞬息万变 每个礼拜都不一样 每个礼拜不一样 那因为我们知道 会出现黄金交叉 但是因为郭泰民 他开始推动了 他的一个正式的 一个选战的打法 因为我们知道 韩国瑜最大的吃亏点是 因为他是一个被动选总统 他要打的是 他只能佛系打法 那他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去办一个 什么大的一个 什么造势活动 或者是广告 即便是我们看到的这场 他也是被动参加 所以变成说 郭泰民是有步骤的 而且郭泰民也拍了广告 各大报登广告 然后又到什么花莲台东去 那每天基本上都有这个 所谓的一个行程 那也上了什么直播 也接受媒体的专访 的确他那个时候的曝光度 是增加的 那韩国瑜相对来讲 他也被这个市议会所困住了 那他也被一些市政的 一些质询 或者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所困住 所以说 比如说他没有办法 发挥他的这个 在选战上的影响力 所以造成就是说 郭泰民似乎有 这个趁胜追击 而且超越他 不过我觉得从这个造势看起来 就是说 我觉得韩国瑜 他的这个 从最近以来 他的确他又有一点回温了 那郭泰民来讲 就是说 他目前来讲 他只有空战 没有陆战的话 其实也是很虚 那韩国瑜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今天的这个讲话 的确是 也在激发了韩粉的这个凝聚 因为不可否认 就是在郭泰民前阵子的 不断的追打之下 韩粉是有跑调的 甚至有些本来是支持 韩国瑜的一些网站 或者是一些社团 立刻就变身是 变成郭泰民了 那也据说 郭泰民也这个 砸了非常多的 这个一些资源 然后来 让很多的这个媒体 或者本来的一些 这个名嘴 也转变了 本来对韩国瑜的支持 所以那个危机感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办的这个活动 本来说 我们本来说 他是6月20几号 才在台中办 为什么6月1号 赶快要提早办 就是他要怎么样巩固韩粉 那从今天的这个 造势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达到了一个 基本巩固韩粉的一个目的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年轻人太少 而且我们看到了 大学生基本上没有参加 参加的人 大部分的年龄层 都是偏高的 那这个对于韩国瑜 如果要选总统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 动员的一个场合 恐怕要选总统 并不是那么简单 特别是柯文哲 掌握的是年轻的选票 那蔡英文现在年轻的选票 也越来越多 那变成说 韩国瑜如果完全只是 即便他拿到了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 初选的这个结果 他要去选总统的话 我觉得他要怎么样去突破 把他的这个支持的 这个年龄层往下降 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说 他的那个天花板 看起来已经是若隐若现了 那大概就是说 他其实他这次这个造势大会 其实就已经宣告了 他未来 你看嘛 大家说韩国瑜动算动算 动算什么 他已经是市长了 你还动算什么 但是总统了嘛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他还有没有心去高雄市政 我自己有点怀疑 因为当你一个人 已经坐到头等舱之后 你刚才去坐经济舱 他做不习惯 他现在看的是 你看他今天讲的东西 全部都是针对蔡英文 那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谈更多 因为他整个作战策略 的确就像范老师讲的 他炮打的是蔡政府 他在盘算什么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韩国瑜在这里郑重宣布 我准备承担任何重要职务 为了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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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台湾的竞争力 会以非充天啊 对不对 对 我们为什么不把凯治外交 转为发财外交呢 对不对 对 中华民国生死的保卫战 我们外交要突破一切的空间 我们两岸一定要和平交流交往 中华民国的国旗 在美国空军官校 都被大家看见了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主席会来 我也会跟他见面 那在这段过去的这三年来 我们致力于发展跟很多国家实质的关系 包括主要的国家 很多主要的国家 所以这个是扎扎实实的外交 这么多的一段时间的高雄市长 他真正的替我们高雄市民做到哪些事情 韩国瑜花了非常多的篇幅 在他整个这个造势场合上面 他还是讲的就是那一套 那他主要要批评蔡总统 说比方说股市万点 但是人民有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还有问说蔡总统为什么 不敢讲中华民国 是敢讲这个国家 那整个论述听下来 是不是他其实也是一个策略的运用 其实你会看到韩国瑜今天的发言 包含他先前做一个铺陈 他其实你看 他原来那时候呢 民调里面我们就一直观察到 他在民调里面没有过40% 这个天花板过不去 那没过40% 如果真的是将来是两党的时候 只有两党没有撒卡都的时候 他完了 因为他天花板是40 那另外一个代表可以赢他 那如果是撒卡都的时候 35是基本盘 因为35你一定也要到40 40的时候才 不然如果你没过40的时候 另外两个人可能会气饱 他也不见得有机会 可是最近你看到新的民调 最近这么多的事情来 其实包含从黄杰开始 急速下滑之后 他是正破了地板 破了三层 所以他的危机感很重 那危机感很重 他现在就双重的二元对立 把他的选民给巩固下来 哪双重呢 在国民党内呢 他就一定要 你们是权贵 你们不是庶民 你们是精英 所以就跟郭台铭 马英九做一个对立 然后呢 这在国民党内的一个双重对立 然后他另外一个 光这样的国民党内双重对立不够啊 因为国民党宰的是全民调 所以呢 他就要开始跟民进党对立 所以引力啊 你这种人就是打韩小组 每隔离礼拜开会 然后那个十个人呢 你看民进党拍的间谍都这么笨 那个办公室我都没有用 还要派人来这边装监听器 对不对 就是开始就是民进党在搞他鬼 在做这样的对立 所以他今天到这个台上的时候 他就完全塑造出双重对立 那韩粉呢 就非常的支持他 而且他用了一个策略 因为国民党里面呢 对于最铁蓝的 最蓝的就是要中华民国的国旗 所以他又用一个国旗 去冲淡 是拱韩国瑜 而是挺中华民国国旗的一个画面 可是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 真正让我今天看到这张国旗 我眷存出身的 我对国旗是很有感情的 可是我今天是看到这张国旗 在凯道前面飘国旗没什么了不起 我看到这张国旗才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这是在美国空军军校的毕业典礼 川普亲自去参加 如果刻意的我们中华民国国旗 是放在这边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空军军校 美国的空军军校 也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可是可以跟各国国旗 在美国这边放下来 你看到这样一个国旗 你才觉得说 中华民国真的是占到世界上去 而且他其实在唱名的时候 他也说我们国家 这个台湾的毕业生这样 而且更重要的是 白宫还把它放到白宫的IG 所以不是只是一个新闻的照片 代表着白宫 川普 美国 是有刻意的 是刻意的 把台湾的地位给拉起来 没有看到说有中华民国国旗 就放上去了 我可领忙 不可能 白宫是多么严谨的单位 中华民国两岸是多么敏感的问题 然后你会看到说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今天台湾到底苦不苦 台湾到底是否进入了一个战争状态 还是台湾的关系有多好 今天美国刻意的把中华民国国旗 放在川普旁边 前几天的时候 当我们正在做起降的时候 国道起降的时候 AIP特别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一天 也是当年我们美国跟台湾合作 做出IDF第一次是非的时间 三十周年 所以你会看到说 其实今天的整个局势 也许韩国瑜交给他那些韩粉 他们很开 然后很怎么样 然后红通通一片 我们只是不希望将来这种红 跟对岸的红是一样的 那就最好 可是红通一片 今天你看到真正国旗 捍卫中华民国 不是你嘴巴讲中华民国 到那边的时候去晋忠联拜 到了大陆的时候 都不敢讲中华民国 能够让中华民国 到了美国白宫 让川普来放到IG 那个才叫做 让中华民国的国旗 扬威到世界上去 事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点是 韩国瑜不是说高雄发大财吗 那他在凯道上面的论述 他有讲一说 他这个国家发展的目标 人民有钱 他怎么说都是那句 都是一种口号治国 就是发大财扩大版 扩大成全国版 就是说我听了他的演讲 就是说他其实跟去年选 高雄市长的时候的 整个套路是一样的 充满口号 比如说国家安全 人民有钱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方法 那所以当 流泪 当你有一个大的口号架构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会背这个口号 说对我们这个朗朗上口 然后的确这些 非常疯狂支持他的韩粉们 会觉得热血沸腾 讲得太好了 那可是 我会觉得 就是说他的确很容易 很 非常会操弄 这个现场群众的情感 那所以当他在发表 这些演说的时候 其实要凸显的是二元对立 刚刚创下讲的 跟我们大家分析一样 就是说他在国民党内 创造二元对立 但是在整体的国家上面 他必须要创造出 蓝绿的高度对立 而这样子的高度的蓝绿对立 也有助于他收拢 所有国民党内部的这些选票 也就是说还没有出选 那可是有一些国民党的人 会支持郭台铭 有一些会支持朱立 有一些会支持王津平 可是当他诉诸于蓝跟绿的时候 所有的蓝 就会集结在他韩国瑜的名下 那所以最紧张的 其实就是郭台铭 我会觉得说 这一场的大造势 他的演讲 根本就不用去细究内容 因为他没有内容 他只有政治操作 他从来不会告诉你内容 那如果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他认为说 就是发大财的扩大版 人民要很有钱 但是我会觉得 很多人对于总统的期待 就是国家层次的 你仍然必须清楚地表述 国家安全这件事情 你要如何办到 能不能够维持 台上站的那一些人 比方说什么人有站出来 什么没有 会不会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我觉得对国民党的人来说 大家都不敢不到场 也就是说 你就算没有被邀请上台 可是所有的民意代表 都会到现场去亮一个项 为什么 因为选民有压力 然后有很多的 国民党的民态 比如说台北的议员 接到非常多的服务 办公室都会接到电话 然后说 就算你们不到的话 你起码也要送水来 送个几箱水来 为什么 表示说我心意有到 我对于这一群人 其实是 仍然是支持的 我觉得在这种气氛之下 用一个民粹的情感 作为 作为这个套在你头上的 紧箍咒的时候 国民党的这些人 不会有人敢 摆明了跟他做切割 不会 明显哥 这个要问明显 明显哥 你有土内吗 你有土内矿泉水还是什么 我今天自己去而已 我办公室也没有水 因为我有泊 诚意不够 诚意不够 我早上因为我们行车很多 早上开始去送车的时候 也都有送水去 这个活动现场我去看 你这个还要送车 我怕我早上没有其他的活动 早上今天礼拜还有很多人出去玩 我早上也有好 我以为你是说出车 然后要去凯道 没啦 台北市双北轮大概都是搭捷运去的比较多 比较方便 因为你进入到博爱特区里面 你车子不好停 除非台北北车底下也可以停 我觉得是这样 两个啦 就是说 刚刚实际也提到 投票两个行为 一个是感性跟理性 那今天韩国瑜很多的 就是说 我认为还是感性的比较多 就是说 感性很多认为说我挺韩国瑜挺对 就说 当然他现在讲说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那目前他包括提了几个 还没有说把他的政策那么具体 把它凝固起来 包括具体的做法 我觉得慢慢之后 开始在国民党的初选辩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有北中南几场辩论 我觉得他会讲得越来越明白 包括具体的做法 他讲了那八个字之后 架构出来之后 底下的那些血肉 他要把它补上去 我认为他还是会提出来 因为他确定要参选之后 他的智商团 他的幕僚团一定会提一些具体的做法 他之前大概有稍微点出来 明贤哥你觉得民调的趋势会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 几乎ETTODAY的民调 做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党内的互比 那互比的情况下 郭董已经跌起来了 他是银行三个百分点 你觉得整个局势是不是还在改变 韩国瑜现在的状况上 他的策略一定是先安据在人外 党内一定要先赢过郭台铭 那目前的情况是韩国瑜确实一段的期间 包括他的市政质询确实也不如预期 就是说有一些还是有检讨的空间 所以他民调是往下滑的 那今天这次的造势 接下来包括台中高雄 甚至花莲都有造势 我认为一定会止跌 那你止跌之后 为什么要加办一个花莲厂 看他们规划 傅昆奇说也要办 可是目前时辰还没出来 有听说是6月8号说要办 时辰有人这么估 可是因为到时候看场地的租借的情况 我觉得至少台中 还有高雄办下来之后 我认为韩国瑜的民调会止跌 那止跌之后会不会往上再飙升 到什么程度 我就有看后续的韩国瑜的表现 那至于说国台铭 目前的民调的部分 是年轻支持度比较高 那韩国瑜是有所流失的 所以两个之间会不会呈现 黄金交叉或死亡交叉 我就要再看 至少韩国瑜民调 多数的版本看起来是领先 现在其实两边在拉扯 有韩粉也有韩黑 这是韩国瑜市长罢免连线 他们PO出来 你看看我们这个画面 蓝天白云 没有韩国瑜跟韩粉的高雄 就四眼因为韩粉头在台北了 但我请教这个局长 局长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 韩国瑜他在小内阁的成员里面 有一些是安插的 比方有人说加成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问题是蛮多的 是我想在之前已经 有好几个例子 尤其在之前那个土开公司 这样的一个例子 包括说那个黄文财先生 因为之前也是跟这个市长 从北农这样一路走来 然后我想在整个政务官 或是说一些相关职位的一个任用 因为韩市长才 因为最近的这些事情 他不是才宣告 最近会做很多主管的一个 一个一二级主管的一个位置 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想在本来 因为韩市长在过去有17年的时间 事实上并没有在离开政治圈很久 所以他其实没有一个真正自己的一个 治理城市 或是未来治理国阵的一个班底 所以刚刚其实明天大哥这边有讲到 像刚才讲说 他可能未来会有国阵的一些规划 其实我是很担心 因为你从市政来推的话是没有 因为他选前喊高雄发大财 发大财发大财 到现在还是只有发大财 因为他当然有提一些东西 好像感觉相对具体的 比如爱钱摩天伦 比如说挖石油 这东西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比较清楚的规划 所以这个当然是比较担心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想在 韩市长在 现在大概就很明确的 他要提出来要再参与 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那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那一个立场 他现在还是高雄市长 那不管他这一次的总咨询 到6月5号结束 他连总咨询还没有结束 就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造势 被动邀请来参加 这样的一个造势活动也好 或是说未来他要参选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也好 我们都希望说他不能够只是 不断地重复提这些口号式的东西 而是能够给我们更具体的方向 甚至当然总统不用提到 具细名义的方法 可是他应该有治国的蓝土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对他未来 既然他都已经跳下来了 而且他现在声势确实也很强 甚至很有可能代表 国民党出来竞选总统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 他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国政的一个规划 有更具体的一个陈述 希望不要只是人民有钱这么简单 那嘉欣姐 你看他其实主轴定调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篇幅 都是在批蔡政府批蔡总统 来我们来看他说 他觉得民进党的执政有一个特点 好像不喜欢人民快乐 从谦卑谦卑再谦卑 现在是权力权力再权力 人民受不了了 他的这个炮口对向蔡政府 也是一个策略运用吗 战术之一吗 因为他现在在打的是一个初选 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把初选 当成大选再打了 他也知道说在这个结构当中 一定是把炮火对整执政党 把执政的这个角色 蔡英文拿出来越鲜明的对打 越可以让国民党长期那些不满 或者是本来就有这种意识形态 蓝绿对决的人 就可以更加被激化出来 对他来说 他一方面希望可以把柯文哲边缘化 再者他希望他在这个初选当中 他可以把所有镇蓝军 所有的这些所谓对蓝绿意识形态 最强烈的人 把他各自归对 这样对他来说是相对有利的 所以他整场除了说穿红色的衣服 拿国旗 然后唱国旗歌 他刚刚又在领唱说是中华民国送 那这些元素其实老实讲 他都是不断的重复在运作 无非是召唤他原来的这一群 过去他认为是韩粉挺他很强烈的 这个兵群 这不是问题就是他的班队吗 是啊 因为现在是在拼账算 所以账算 他如果知道过40% 他不知道能够够够够够够 他如果没拿到代表权 后面都够够够够了 对不对 他只能应他自己说的一句话 2020要让鬼混的政治人物下台 这句话还是蛮有自述效果的 那老实讲 这句话他一讲出 每次他一讲我就忍不住要笑 就是说他怎么那么诚实 怎么会讲到自己呢 那所以 以这样的逻辑来说 他本来 我相信国民党内大部分的同志 都很希望说 你就老在高雄好好做市长就好了 你何苦来在 现在 再做五半年 就要出来拚总统 那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说 为什么 就正因为国民党内有一群这样的人 才会有吴子嘉等人 会去放出某些消息 而且消息来源就来自于蓝营 所以我是要跟 这也要认识 我特别是要跟民贤说 民贤当然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不好说 可是连真信业者自己都这样坦白讲说 去年11月 11月9月 就有人陆续在做这个事情 那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 不相信那是我的事 但重点是这些讯息显然在媒体圈已经流传很久了 大家没有特别去 把它当回事 是因为韩国瑜现在就做市长 不然是要怎么做 对不对 可是如果现在韩国瑜是要代表国民党出来争取参选总统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角色就会产生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那在这个初选过程当中 谁最不希望韩国瑜出现 难道是蔡英文吗 不是啊 难道是民进党吗 不是啊 那是你们国民党家务事啊 当然是你们里面的竞争者嘛 所以以这样的逻辑来看 刚刚他整个演说 我们刚刚看到6月1号的整个演说的过程 他无非就是在召唤原来最强的那一群 我40%中间的最坚强的支持度 这不要让我下滑哦 所以他要从台中 他要到东部去办 我觉得这个东西通通是要巩固 因为他国民党的初选很简单嘛 7月18号要开始做民调 那如果他有办法在6月底以前 透过这样大型的造势 把这些声量 然后把这些曝光的这个基层 都能够稳固住 那他就可以撑在那个地方 任凭郭台铭 因为这个比较 他现在如果不办这么多场 是不是很怕惊不起来 所以他有在加场 因为6月20号中 确实也是这样啦 就是说你在这个初选的过程里面 这个变数太大嘛 因为毕竟你现在跟你竞争的人太多啊 郭董有这个铁三角 有这么多钱在这个媒体下 对不对 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这个专业团队 在这边撑腰 又有马总统的过去的这些幕僚 通通通进驻了 那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看 韩国瑜他能够靠什么 他能够靠的就是他所谓 过去的这些强烈的韩粉 来帮他支撑那个声量 来支撑那个所谓的知识度 那这个知识度 一定要撑到7月18号啊 如果7月18号之前 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 那郭台铭就会攻城掠地嘛 一直往前给你推进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第一个要先稳固住的叫做 郑蓝军 尤其是最深蓝的那一群 千万不能跑 郭台铭虽然有经济 对不起我也在喊这个赚大钱赚大钱啊 但是大部分的赚大钱的人还是劳工会比较需要嘛 对于大老板来说那人数相对比较少嘛 所以郭台铭也许对经济来某一些在中高层的 他可能有诉求吸引力 可是对韩国瑜来说 他这个战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现在搞三场 三个礼拜 搞到六月底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这样粗糙要花多少钱啊 三场的 他如果过后边就有更多人会给他关钱嘛 所以对他来说这不是问题嘛 对不对 过去他说一罐矿泉水 结果现在陆陆续跑出什么四千万啊 什么三千七百万啊等等 有的没有的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郭台铭去年单单他正式申报的 马上就出来了哦 这个监察院马上要公布了 这个申报的所有资料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韩国瑜他是在上一次 2018大选当中 得到政治现金最多的一位 绝对不是只有一瓶矿泉水 跟一碗卤肉饭 那所以对韩国瑜来讲 他已经吃到甜味了嘛 他已经吃到甜头了嘛 他知道说我只要初选过关 源源不绝的金源就会到现场 所以他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拼到 7月18 我先把其他人干掉 我代表国民党 所以造势到六月底 这个既可以把声量撑住 又可以边缘化其他的竞争者 那你其他人有什么本事 你来慢慢看啊 大家来拼场啊 可能吗 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这是为什么朱立伦会一直在那边呼吁说 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啦 劳民又伤财啦 然后郭台铭也才说 哎呀我们来拼经济啊 不是拼造势啊 为什么他们讲这些话 就是他们知道说 如果他们也用同样的逻辑去运作的话 那国民党选后还能打仗吗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观察点 请教范老师 因为我们你看台下 台下站站什么人 有一个人他没有站出来 那就一定会被挑 抓到这个问题点 加分姐 李加分 他也在台上 他也站出来的 好 起码他可以讲说 我们理性沟通之后 家庭还是和乐的 对不对 不会有意思的是 当发生王小姐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李加分站出来 帮韩国瑜讲话 那今天站出来了 我觉得当然他 至少展现出 他们对于这个王小姐的事情 他是力挺韩国瑜的 那当然也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不要再燃烧 再影响韩国瑜的支持度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 我一再强调 他这场活动 其实就是同温层 他没有办法 扩散到年轻族群 如果一个活动 还是唱国歌 唱国旗歌 唱中华民国送 那这个这样是一个 什么样的族群的一个活动 如果他的大进场 还是国旗这样子大进场进来 就是跟类似 郭池原我们讲的八百壮士 类似这种活动 是比较接近 但韩国瑜上次 也是用同样的模式 在去年的三三 三三的这个活动 其实他也是用类似的模式 是成功的 但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不是适合余用在总统 可能也未必 我觉得韩国瑜去年会赢 当然很大一部分 是在于说 民进党的中央执政不利 还有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民进党在高雄长期执政 大家已经觉得厌烦了 可是我觉得 现在经台湾的政治 的这个变化 几个月几个月就一个变动 你用同样的在高雄 三三造势的活动模式 要去打一场 总统选战 会不会赢 我个人是比较怀疑的 因为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那个 他没有办法扩散到 他的这个 这个支持者的这个范围 他还是比较固定的 而且你看他的演讲 他讲来讲去 其实都是都跟过去讲的 大同小异 什么叫鬼会人 政治人物下台 什么发大财 就是没有什么新东西 就是一样的东西 一直吵一直吵 其实我觉得那个记者 报导也不知道 该报导什么 因为他都讲过了 有点太旧了 对 所以这点是他未来 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我有一个群组 都是那个退休军工教的人员 居多的 这些群组 其实他们之前 都很积极参加 什么800壮士的活动 可是今天的活动 我看他们没有po 他们好像没有太多人去参加 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要认为说 其实即便是 退休军工教的一些人员 他们扩了一些来因的支持者 其实他们反而觉得 韩国瑜没有讲出 什么具体的东西 甚至他们没办法 他们觉得要投他 有点困难 他们认为 还是像郭台铭 他至少讲出一些政策 那韩国瑜到目前为止 都是讲口号 那刚才提到说 韩国瑜是不是能够 接下来 如果他被国民党提名之后 他是不是能够 这个有更多的 具体的这个看法出来 我会觉得比较困难在说 他还有高雄市政府要管 他是一只蜡烛 两头烧 那这个情况之下 他有没有那个余力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也是 他要怎么样能够快 一方面又能够兼顾市政 一方面又能够兼顾国政 因为一方面 可是问题是他今天讲 蔡英文说 你看你去年选择到现在为止 你做了怎么 你什么都没做 人民没感受 那我也要问高雄市民 你当你到现在为止 你让大家真的发大财了吗 也没有啊 对不对 有发大财吗 有我们看到高雄的这个房 很多的这个店面 一大堆更多的是空屋要乘租 高雄经济也没有起飞 所以你在质疑蔡英文的时候 你说蔡英文讲的都是数字 什么什么 那问题是你的政绩在哪里 那自己你也拿不出来 所以这里就变成说 他在批评民进党的时候 但我不想 他批评民进党 除了刚刚大家讲的 批评蔡英文 除了说邻居蓝营的支持者之外 他是拉高他的 他的那个 他的他的太 他跟蔡英文等于平起平坐了 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高雄市长 他就拉高他的层级 那当他拉高层级 跟蔡英文对PK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是有利的 为什么 谁不见了 赖清德不见了 谁不见了 郭台平不见了 所以当他们两个人 广内互打的时候 还有谁不见 柯文哲也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 韩国瑜去打蔡英文 针对蔡英文 其实我认为 对民进党的初选来讲 是帮助到蔡英文 因为赖清德 这时候要讲什么 他不能说 郭台平 韩国瑜讲的不对 韩国瑜更不找你打 他找蔡英文打 所以我觉得 蔡英文跟韩国瑜 互打的情况之下 变成互相拉抬 那我也不需要讲 韩国瑜不管怎么说 他在玩政治操作这块 他还是厉害的 就是说他虽然 我们前一阵子刚看东森民调 他处于掠视 因为他没有什么造势的空间 可是他今天光这两天 他今天这个造势活动 昨天就开始烧了 今天一定烧一整天 明天还会再烧 至少烧三天 假日都是他摆面 假日都是他摆面 他只要每个 我认为他接下来 每个礼拜都会办 每个礼拜都会办 因为从礼拜五十二 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一还会爆 他等于一个礼拜 他就占了四天摆面 那郭台平要干嘛 郭台平就被人 就是上上电视 所以郭台平就完全就被销锋掉了 可是郭董他的团队 应该帮他想一些新的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郭台平最麻烦 就是说 他比如说人太多钱也不太好 因为他请太多公关公司 他公关公司被人这家跟A跟B 两家互打 或者A跟B的步调不同 那最麻烦是他自己嘴巴 他管不住他 他一讲话出来 就是董事长在训话 就变成说他没有温度 他讲一大約道理 然后讲 所以我觉得郭台平 到最后民调的时候 我问你 韩国瑜郭台平 大家一定觉得 韩国瑜韩国瑜熟悉 郭台平就是 我觉得他还是少数 少数受重者 可是就是说国民党 我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 那些选郭台平的人 或者包含像郭龙斌 或者像马英九 或者像张善政 这些所谓的金英兰 他们会去支持韩国瑜吗 我是打的问号 我打的问号 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其实打从心里面 他们就认为 说南地内 对韩国瑜看不起韩国瑜 我觉得他们 这也是韩国瑜 为什么后来集结了 张荣卫 这个傅昆奇 因为他们这些人也认为 马英九以前看不起我 所以这种国民党内的阶层的 这种积极差别 而且他们最不满的是什么 像这个朱立伦 我一辈子谨守奋计 没有任何花边新闻 结果呢 结果搞了半天 他好像有一些花边新闻 只是我们没有谈而已 结果竟然被一个韩国瑜 每天什么吃喝玩乐 然后很多这种 很多这个绯闻传言的人 结果被他夺夺走了 我每天清心寡欲 就搞到结果是这样 对不对 每天回家都念书法 这个晚上都 谈古针 谈古针对不对 你每天花园酒 打麻将打到天亮 然后是不公平嘛 所以你看这个朱立伦说 他就以前都不找我 他还怪韩国瑜 以前都不找我去 他在很懊恼 所以这个 我必须想说 这些知识栏或精英栏 他们其实 我说他们这些 从小啊 你看马英九这种 可是从小 他爸爸马上就跟他讲 说你未来选总统 所以他一辈子努力努力 结果哇 结果竟然被韩国瑜 所以这种 对他们来讲 看不上眼的人 横刀给夺走了 所以我觉得 他们未来会支持 韩国瑜 这也变成成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当然这个有可能 谁受益 可能是 可能是柯文哲的受益 不过我觉得 从最近 我们看到这两天 美国空军官校 那个毕业典礼 那个国旗 大拉拉放在那边 我告诉各位 不是只有放一面 是川普两边 都有我们的国旗 所以避不掉 对 怎么拍都有 我认为 就是说 如果美国 我觉得 这个在明年的选举 会发挥 一定会发挥 相当的影响力 因为这个 你看那些 美国的空军的军官 跟川普的见面 旁边看到的 不是美国国旗 看到的是 中华民国国旗 因为中华民国 也是最接近 那个舞台的中间 结果美国 就像说 奇怪什么 美军帮中华民国 站台 那我觉得 就是说 如果美国 在这场选举当中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的话 那就是中国 跟美国的代言人 在这场战争当中 的一个互动 那柯文哲 会不会被边缘化 这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我觉得 当接下来 蔡英文跟韩国瑜 互动之后 那个对打之后 柯文哲的角色 会不会 由此就变成 来律各自归队 这个我觉得 要再看 好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 柯文哲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 这段我们先从 这张照片 来开始看起 来看到川普 那旁边呢 这边是 中华民国国旗 而且的确 就像范老师说的 他就是在最靠近 舞台里 你要避也避不掉 这上面代表 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 这个新闻画面 这一刻 这一刻全美国听见台湾 接着中华民国国旗 在美国总统川普 面前飞扬 赴美国空军官校 授训的五国国军 高举双手挥舞 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 现场欢呼声不断 最后再来一次 中华民国国旗 在司令台上 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白宫官方IG 也不必会让我国国旗 与美国总统同框 台美关系升温 国际间有目共睹 川普首次出席 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典礼 与近千位毕业生 一一握手 几轮握下来 手酸到不行 被捕捉到甩手喊痛 川普罕见手软 台湾学生也贡献了几分力 但是台美越靠近 这个国家就越不开心 近来美方在涉台问题上 有一系列消极的言行 中方是坚决反对 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美方不应低估 中国军队的决心 时隔八年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亲自参加新加坡 相隔离拉安全对话 与美国代理国防部长 夏娜汉就台湾问题 正面交锋 中国解放军专家 更扬言必要时 不排除动无可能 如果是情况逼到 就是我们不得不使用 武力的时候 我们要使用武力 因为要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五月初美国联邦众议院 才通过台湾保证法 要求台美高层互访 这次中华民国国旗 又与美国总统一同亮相 再度震遂中国国立新 非常难得川普 跟中华民国国旗同框 这里面有一个观察点 我们来看 因为很难想象 白宫放这张照片 他们会没有认知到 这个棋子的敏感性吗 记不记得有一个案例 是2018年的时候 美国参议员 他就针对国务院的网站 为什么要把我们国旗 撤下的这个问题 去咨询国务院的 亚太住卿董云商 可见他们其实方方面面 敏感的点 他们早就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算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当然是刻意的安排 而且这个刻意到 其实他们可以找很多 不同角度的照片 可是白宫偏偏把这张 登出来在IG上 他就不言而喻是 这一次当然是川普 在美中贸易战当中 其实美中贸易战的贸易只是一个表面的 这个所谓开战的借口 但事实上这里面是背后 在亚太的区域和平议题上 美国觉得说不能让中国继续失控下去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越是要想在亚太地区扮演某种霸权角色 台湾就会相对变成是 美国越大重要的伙伴关系 所以连一个空军官校的这个毕业典礼 都可以铺陈成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说 美国的这个官方单位 用心良苦 近来真的对台湾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友善 我必须要这样子说 真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友善的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当然台湾自己也要先装进自强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个准备 你没有相对清楚的这个战略 那美国凭什么要跟你这个示好 或者说给你更多的优惠 给你更多的这个协助 所以从40年的台湾关系法 一路走到最近这两三年 你看除了通过了台湾护旅法 旅行法 就是高层的官方 可以这个互相的这个拜访 单单是我们的这个国家 最高安全的一个首长 李大为 刚刚跟波顿见面 这件事情在白宫 这已经破纪录了 过去的40年 就算没有邦交关系 即便以前有邦交关系 对不起 也还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是这样的一个层次 充分显示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 美国对于台湾在亚太地区的 这个角色 显然是越来越重视 而且它重视的程度 是希望台湾可以在 除了经济上发挥影响力 在区域的稳定跟和平上 它是更需要台湾 美国对台湾这么重视 韩国瑜他看不到 他完全看不到 他说这是2020是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 外交要突破空间 他还包括讲说 我准备承担任何重要职务 因为我是为了中华民国 不惜粉身碎骨 他是用粉身碎骨这几个字 是 但是你看韩国瑜 他在处理的方式就是 他还是尽可能的 依赖中国的逻辑 所以以这样子 他刚刚特别还讲的 就是说 蔡英文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九二共识在中国今年的定义里面 就叫做什么 一个中国 甚至尽可能的在现在已经变成是一国两制 这样子的一个实质内容了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结构来说 韩国瑜就不次 继续讲九二共识九二共识 那就是他说我就是中国代言人 那站在美方的这个立场来看 美方会认为什么 国民党你们到底要怎样 所以在这样的结构里面 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 初选是一回事 但真正到大选的时候 我相信美方也是非常密切在观察 而且日前包道阁 特别来了一趟台湾 话说虽然是被蒋经国基金会邀请 可是特别下去跟韩国瑜聚餐 为什么 他怎么不去跟侯友宜聚餐 侯友宜也是这个台湾第一大 他们三不一样 六都的城市 对不对 怎么没有跟这个朱立伦聚餐 或者郭台铭聚餐 特别跑去跟韩国瑜聚餐 不然也盧秀苑身上揪去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包道阁这一次特别来台湾 他在传递一个什么讯息 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保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不要出现太多的意外 那韩国瑜是一个变数 因为他跟中国的关系 他这样大剌剌的从香港 澳门一路到深圳 就走进了中联办 当他走进中联办的时候 我相信国民党很多 包括马英九在内的这些高层 大概也心凉了一半 说这些从杀毁 难道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吗 那韩国瑜可以完全不管 就这样子走进去 而且不是一次 两次三次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某种程度上来讲 韩国瑜他代表的一个讯息跟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事情上 他是非常清楚在watch 就在观察 而且他在监测说 如果国民党未来的这个代表人 跟民进党未来的代表人 在台湾的利益上面 站在哪一边 如果是有出路的话 那美国也可能随时会改变他的策略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民自己要很清楚 怎么做选择 但局长你有没有觉得 韩国瑜韩市长 他在这个整个造势场合上面讲的话 怎么听都怎么很熟悉 比方说为了承担这个重担 我是为了中华民国 所以我不惜粉身碎骨 粉身碎骨 我不知道说选总统 为什么会粉身碎骨 是我想这个 大家韩市长从去年选举开始 他一贯以来 这种非常情绪动员式的这种发言 其实我不得不承认 真的很厉害 他很会撩拨这些支持者的心 所以说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他很能够有助于凝聚大家的这个 这个集体的这个意识 所以说包含是说他在讲的东西 在这个包含之前讲说 但他还有一个东西是 先把另外一边先批到最低 然后再把这个情绪动员拉到最高 比如说去年就是讲我们高雄 又老又穷 就是先把高雄讲了一无是处 然后他用一个救世主的一个角色出现 那你从他刚刚的这些发言其实也是一样 现在拉到国政层次也是 他先把当然会有竞争 但是先把现有的执政者讲了一无是处 然后再用一个救世主 而且用这种非常非常情绪动员式的 而且可以撩拨大家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想法 然后把大家的可以动员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这个讲话里面 你再仔细再往 就感性面看完之后再往理性面去看 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明天哥 所以孙总统很危险 会粉身碎骨 没有啦 当然就说你在台面上会遭受到剑拔 韩国瑜从宣布选总统之后 有小三这一些 我觉得这种都不实的指控 买无力了一枪毕命出来 还是你在普梗 后面说什么北农又有什么金钱上的关系 你就一刀毕命就好了 建国杀出来的 那不要讲说指控说 吴子佳好像说背后是国民党的人 什么人去指控你的 谁又给你什么提供什么资料 真的有比方那种韩沙摄影 我觉得这种政治风气很不好 那至于说韩国瑜 当然我认同他在国阵上的一些的做法 需要去补强他的骨肉 实质的做法 一定会 国民党本来是走向比较开放 譬如说两岸要多交往 所以九国共事一中各表 本来就是我们的核心精神 那是写到我们的党章里面 虽然我们立场 两岸立场跟民党不一样 各自主张 提出来让选民去支持 那如果选民要选择民党或克文哲那一套 选民本来自己有主张 我觉得不要去批判对方 那至于说韩国瑜的做法是这样 韩国瑜当然对民党有一些有所批评 包括两岸政策 包括过去的有一些政党 认为我们认为被党长会打压 NCE打压 那一些诉诸到这一块 去游行的这一批人很多都是军工教 他们认为说他们是没有受到被尊重 包括年改改革的部分 那明星哥你应该也认同说其实我们现在台美关系 是史上史无前例的好吧 我觉得目前关系还不错 因为美方在过去台湾的大选里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这是事实 2012那一次的大选 之前美方也释出 那时候马正姆指正 马英九寻求联任的时候 美方也释出对台免签证 所以我觉得说美方对台湾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多少都有释出政策力多 那我也认为说他们目前对蔡英文对民党的友善程度 应该可能会释出更多的利多关系 只是说过去选举是这样 外交的关系以往都是比较远 距离人民会比较遥远 你能不能实质转化为对人民比较有感 譬如说经济议题是比较有感的 报税人民会有感 那国内的经济议题会更有感 那外交这些你外交上有得分 可是能不能转化为选战上加分的那么具体的效果 我觉得还要在观察啦 其实大家在关心说两岸论述的部分嘛 那柯文哲他很趣 因为其实是议员在咨询的时候问他 问他说 那蔡总统啊 他你说蔡总统挑衅中国 你是怎么这样说 那如果说我们不讲说 我们不就是不认同一国两制的话 那到底要讲什么 柯文哲说我说你不要说就好了啊 做一个市场你会认同吗 柯文哲的两岸论述 其实他一直在闪躲啦 我觉得他这阵子 他一直在批民党嘛 然后也看不起国民党 所以他一直在讲说 他的定调就这样 就说他的柯文哲的核心立场 就是垃圾不分蓝绿嘛 所以他瞧不起蓝绿两边政党 他在左右逢远 可是他自己的核心立场 是两岸一家亲吗 他六月底还要去上海 城市论坛耶 只用两岸一家亲 就是要可以选大选嘛 我觉得这个是他 如果他真的要选大选 要九月中才决定嘛 我觉得两岸他无可回避啦 第二个他最近大巨蛋 喬蛋的风波 他也是推给说是被窃听啊 可是实际上 官员提供一个录音带的话 窃听的定义 录音跟窃听 那是两件事 然后他就讲说 四年半来一直被窃听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认同啦 因为我下礼拜一 我安排到要咨询嘛 我也会咨询他 这个议题我一定会逼问他啦 我就会用这种立场 我觉得他也是在转移焦点啦 他也在转移说 我是被民党打压 我一直被窃听 虽然我对民党 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 可是我认为一个首长 台北市场被窃听四年半 我认为柯文哲有点言过其识 而且他在转移大巨蛋 到底大巨蛋要怎么带 多省怎么去做 或公安流程怎么样 融流人数怎么样 他完全都闪躲啊 所以柯文哲 从两岸立场 从大巨蛋 这种都是采取闪躲的立场 真的不负责任啦 思琪 他是这样讲啦 就是说一国两制 那我们不要 什么都不要讲 这不叫不挑衅 那什么都不讲的情况下 总统就说 市长的交叉就是不一樣 市长是市长 你可以选择不要理 但我是总统 我当然要出来 对国阵这种高度 是要讲话嘛 赖清德也突然加入战局 就说柯文哲 你这个是鸵鸟心态 没有办法守护台湾价值 柯文哲他说 最好什么都不要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讲 这段话其实在网络上面 被骂死了啦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 选总统 作为总统的 这样位置层次的人 怎么可以对于别的国家 要改变台湾的现状的时候 你可以闷不吭声 你闷不吭声 那所以整个国际都觉得 那你台湾也OK咯 是这个样子吗 那所以当国民党里面的 郭台铭都已经讲到 两个中国了 当朱立伦都说 我要邀习近平到金门 告诉他一国两制 在台湾没市场 连吴敦一也都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柯文哲说 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就明显落后大家一大几 如果你真心要选总统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不可回避 那是不是有可能 他为了要营造一个对方 对他的这个善意 他不断地要释出善意 是为了六月能够到上海 去参加什么双层论坛 之类的东西 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原因 我觉得可以做观察 也就是说 柯文哲如果 他是一个可以交换的人 这个人当总统会怎么办 我今天为了要交换到上海 去参加双层论坛 所以我可以 在这一段时间的发言 我们碰到这种事情 都不要吭声就好了 乖乖的 一切的表现 都以不要惹怒对方 为最高指导原则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当总统 人家要跟你交换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 拿出来跟人家换 如果你拿出来跟人家换的东西 是有损国家利益 以及人民利益的时候 那怎么办 所以那个是他危险的地方 他必须要在选总统的时候 跟大家把这一块的论述 完全做更强的一个补强 那可是就现阶段的总统的初选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在做党内初选 而柯文哲的角色 我觉得他现在的确是站在一个 比较有力的相对位置 因为蓝跟绿现在内部都 仍然处在一个互相交战的盘整期 而在这样子的盘整期的时候 内战越激烈 柯文哲就会越能够凸显 他是双方都能够 最能够接受的第二好的选择 正因为他是蓝绿双方都觉得 可以被接受的第二好的选择的时候 他的声量 他的能量自然就会放大 他的民调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高 所以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一些民调 这个如果是萨卡都的话 柯文哲还蛮常变成第一名 因为其他人的内部都打得太激烈 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死也不要投给对方 那找一个可接受的谁 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在现阶段是获利者 可是当两边盘整完了 等到8月9月底定了 那个大事一切底定的时候 柯文哲能不能够享有现在的政治红利 其实我会存一些怀疑 当我们讲他两岸论数的部分 因为其实有一个插曲是说 蔡总统为什么突然po一个这样说 我不能认同管什么统战 谁给我钱谁就是爸妈 这句话是国民党的苗栗议员他讲的 后来呢 管长都说 没关系啊 我捐钱了 我就捐给那一个学校啊 你也要叫我爸爸啊 我们一起来看 每次这种议员出来的各个都是这种卖国贼 你们居然还可以帮他讲话 台湾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为了捐款60万馆长直播 话越说越重 我要让你了解 我要让你国民党人了解 台湾还是有爱国的人 而且不用多有钱 像我这样不用多有钱 我要让你中国知道 我们台湾的事情不用你帮 我们台湾人自己会帮 馆长陈志涵捐出60万后 气到痛骂苗栗议员郑居然 台湾的议员这么好收买 行 咱们给他60万 是小钱嘛 我今天告诉你 台湾人不用你想这个 台湾人没这么没效 台湾人不是很多都败几年了 陈志涵如此火大 就是因为看到苗栗县议员 郑居然为了中国酒商 捐款60万给苗栗南庄 国中却被退款的质询 就是这段话引起轩然大波 郑居然的脸书 在事后更遭到网友群起炮轰 没想到脸书小编竟对网友留言 回复粗话 反而让事件越演越烈 挺身而出捐款60万的陈志涵 对郑居然喊话说 爸你不用叫了 耳后自称卖国贼即可 国民党有几百个议员 在各县市 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出这条钱吗 那个区区的60万 他们有多少中常委在大陆设厂 一年赚几个亿 各位知道吗 陈志涵暴怒全是因为 郑居然的一番言论 不过捐款60万后 南庄国中也字面回应 感谢各界善心人士 慷慨捡囊鼎力协助 经费已经足够 郑居然可能可以自己来选择 要完成哪一个承论 但无论如何 说出口的话 就一定要做到 不仅馆长炮轰 还有网友踏罚 也包括同样在议会的议员 也看不下去 不过郑居然人在国外 仅透过简讯回应 指馆长要作秀 就快拿自己的钱捐款 会代表性称他一声罢 不要转移焦点 管长很幽默说 我也有一个私生子 然后我的私生子 是现议员 年纪有一点大 他就是在讲说 然后人家说捐60万 你就可以什么 谁给钱 谁就是爸妈的 太扯了吧 对 管长不是说 给你60万 叫你三天爸爸来听听 对 叫三天叫那个正议员 三天叫他爸爸 但后来 管长还是捐了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正议员这种说法 我尊重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台湾社会 事实上是不太能够接受 这样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 好像我只要 你给我捐钱 那这个我做的事 你叫我干嘛就干嘛 那其实我们知道 前阵子那个中国企业 但我觉得中国现在 它的统战是很厉害 中国现在这个 它的统战是很厉害的 大家知道我们一些偏乡 一些小学 可是他们的这个资源 不是那么丰富 他就来捐 捐完之后 结果你看他们那个合照 我打个岔 明贤哥 捐钱的就是爸妈 没有啦 我觉得他讲话我不认同 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啦 有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 我自己会接触 因为我自己在教育文会嘛 有一些钟小杰比较弱势的 比如说现在台北市要一消一冷气 就是要装冷气 有一些比较 经济弱势的这部分 我们会帮他们募款 也会找一些团体 福人社啊 私子会啊 这些其实国内团体 都可以帮忙 企业界也可以帮忙 我觉得有一些 比如说 涉及两岸比较敏感的 有一些钱我觉得还是要 我就要更谨慎一点啦 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国民党籍的政治人物 讲话也要谨慎一点啦 我不认同他的讲法啦 对啊 甚至那些苗栗的那些小学 跟那些中国来的那些企业合照 还要把中华民国这个字 遮掉 要遮掉 对啊 然后台背后也不能有国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的做法实在是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还要自私立场 看肇事场和国旗就拿出来 对 对岸来了 国旗又收起来 这些被一个国旗各自表述啊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美国空军官校放台湾的国旗 民进党也很支持啊 也很高兴啊 但是美国人讲的是台湾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那你看韩国会的场是唱 中华民国送 青海的草原 一眼看